现在找的话 你觉得其实这个债 是想要地方帮你还 还是看他自愿 如果不帮我还的话 那就不能结合在一起了 懂了 目的很明显 找老伴是假 找愚言大头是真 不够心狠手辣 怎配江山如画 真是小鸡不尿尿 各有各的道 自己身上不找问题 说起别人来倒是滔滔不绝 他这一说话一出口 他这眼比较是挺前秀 不是大方 你就跟他过婚着 这也不行 什么秀 前秀就拿钱 拿钱那个啥 那个当回事呗 不是那个大量人 那人要不拿钱当回事 人能宰下的 不是你宰一钱宰一钱 你要如果把老伴 你该花的你必须得花 你要是说你说舍不得花 那你就不能办 听君一席话 盛听一席话 大妈什么就叫大量人 拿钱往你家呀 给你家补葫萝就对了 是吧 不给你还债不是别人的错 这么有能耐就别让别人给你背锅 大爷的家底 也是自己勤劳的双手赚出来的 你干啥现在李叔 我敢叫我娘 我没勤力 李大爷 今年69岁 年入十万元 平房一百零二平 不这边四个楼子吗 你看看吧 这是四个楼子 那边俩 都照着了 就怕焦烂了 一半火不卖 你到秋天卖了 从这能看着 里面确实都是包 那不能看着 我们都看着 这楼包比里面能有多少 两万块钱 这往这一粒 这就两万块钱呢 这钱 对哦 两万里多呢 那你今年种了多少 今年七少 今年还七少 咱这么大岁数了 能都自己整这些 别人家也是啊 别人没有 别人一般五六多岁 六十岁都干不动不干 搬七十的人了 依旧风风火火的 整天跑地里忙活 只因自己行单硬之 一百平的房子里 就自己一个喘气的 实在是孤单 要是有老伴 谁还整天往地里跑啊 我咋的 一个人吧 没出单 还不会耍钱 不会玩 就除了整点地吧 上地呆的去 我干点活去 要是有个伴吧 我来那天就不动了 有老伴的屋 说话倒磕 就不愿意干活去 大爷之所以这么大年纪 依旧火力四射 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小秘方 别看咱这瓶瓶罐罐不起眼 里边装的可都是些好东西 这有边酒 山酒 这里泡的是啥呀 鹿油 鹿鞭 鹰山 东葱 那个是林芝 有啥功效啊 都这个补山匠 你这是在哪块学着的法啊 给电视杠过去 电视杠过去 哎 电视这个 喝了之后你感觉身体 是重啊 对 有啊 我现在体格刚刚多硬实啊 觉得就是你现在身体硬了 跟喝这些 有关 既有人神露冗 又有虫草灵芝 大爷说了 只要对身体好 这钱花的就值得 这正一个玩意儿了 一千三哪 看见没有 这是啥呀 路边哪 你还得来瞅瞅 你这个都搁哪买的呀 这杨鹿那儿啊 路边哪 一千三哪 这杨鹿那儿买的 对 真的 你自己去买的 咱们是连连连连的 都长不鲜 不对 就我 他吃不起呀 啊 你说别人一般没有的调验呢 我没有调 他那能吃起嘛 哇 咱这买一个是玩意儿一千三 这事会不会有点太奢侈了呀 那你有钱就不算浪费呢 身体壮如虎 事业正当务 金钱不胜鼠 事业不辛苦 悠闲像老鼠 浪漫思雨谱 这要求就是 带了一切快乐的源泉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有了好身体 这钱带的还能不股吗 今天收入啊 这包米能卖这咋 别说卖十多卖 少说卖十万 费用底子呢 三万 剩七万 七万我还有点 抬出那钱还都有三万 抬出那钱 就是这里边的钱 利息三万 这就十万 一年我保就十万块钱 连接的 在格恩吧 加油的 我用50个儿 以大的条件 养老肯定没问题 现在就想找个老伴 一起共度歇红 沈大妈 今年六十四岁 给人做保姆每月三千元 为了给丈夫看病 房子卖了还拉了不守外债 最终还是人才两空 啥时候走的 他那个头年就是那个 五月中旬 19年 五月 到今年才一年 不到四万块钱买的房子吧 卖出七万多块钱吧 这七万全都花到治病了 反正花花这几年这么说吧 也得花十六七万了 花这么多钱 这个钱在那里 还不全是咱家的 就是拉的几乎 都算是花这么多 就花这么些钱 就是说这些年 这钱就指数不进 还欠债 对 拉了六万块钱 我现在还两万多呗 还有四万块 没了房子 在闺女家 又总是有种 寄人力下的感觉 为了重拾话语权 大妈准备要 祸祸老头了 现在找的话 你觉得 其实这个债 是想要地方帮你还 还是看她自愿 如果不帮我还的话 那就不能结合在一起 那我必须得出去打工去 既能就说是跟你相处 也不想让我帮你还这个债 如果让你自己去打工还的话 这你能干吗 这你能干吗 这样才能 大妈 你哪来的自信 就凭着上下嘴唇一碰 别人就给你把外债还了 是觉得自个青春依旧 还是觉得风月有存 你要是鲜花 牛都不敢拉粪了 大姑娘都不敢提四万 大妈 是谁给你唱的勇气 结果不出意外 还是出意外了 大爷第一眼就被迷住了 你已经见面发生了 不熟 熟就了 对不对 感觉咋样呢 别到当妹子呀 我不 别到当妹子感觉咋样呢 你清楚了吗 这到你家乡了 感觉挺有眼圆的 反正就是说 不惜了解外表 就是说还行吧 本想证明一下 自己19年富丽强 大妈想到的却是钱 钱 钱 大妈猜测 大爷家底肯定很薄 于是心里就开始犯起了嘀咕 我来可是要找长期饭票的 不是来当劳动力的 听到这 大爷笑了 你的担心有点多余 就咱现在的资产 养你就是大袍改小山 富富有余 大妈现在的情况比三五人员还多一五 但是也不能露怯 必须在世气上占上风 于是开始话里有话的损大爷的60万 要是有重大疾病就是几十万啥也不好干 你要是说你没有疾病 之前就可以说是够花 哎妈 真是癞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60万仅仅是够花 自己的兜里比脸还干净 还看不起人家的60万 别忘了咱身上还有4万的外债呢 还真以为自己花容月貌呢 也就大爷这条件能看上你 没事就偷着乐吧 还装什么大尾巴狼 对于欠下的外债 虽然大妈没有名说让大爷还 但话里话外都是那个意思 房伍现在就是给我老伴治病有点寄用 有多万寄用 现在还能有4万的块钱寄用 我就是说不找老伴呢 我就自己出去打拼我也能还上 我要早了要结合一起 所以说咱俩在一起过了 我再出去打拼 行吗 你说行不行啊 没债的有的是 为啥一定要单恋一直枯萎的花 不过大爷也是聪明人 并没有正面回答大妈的问题 而是举了个例子 好人有没有有 假如你是好人 你是好人 要坏人打拐的 人都信不实了 过三天两早 或者一年半年 撩一千两口 金融货五年开外吧 给还 五年 对 对不可能 那不得大奴隙 大爷说的很对 一日夫妻百人 钱可以帮你还 但是八字还没一撇 也就给你还四万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大爷家不幸运 再说丈夫治病欠下的钱 你闺女怎么不替你还 这不是儿女应尽的义务吗 还得让妈出来卖身 请何以堪呢 听到大爷举的例子 大妈也不留意了 这不是在寒沙摄影的骂我吗 就是说你有合适的 我找没有合适的 我不是说插着机油 我非得找着老伴还机油 你听明白 我自己打拼 我现在也上班了 我能还上 我不想爱你小瞧我 我是这么要面的 我信你个大头鬼 这么有骨气 还债这是你就不应该提 真是对着公牛喝牛奶 不求结果赢了足 眼看让大爷帮忙还债也是我 大妈也不忘给大爷 好好上了一课 他这一说话一出口 他这眼比较是挺前秀 不是大半眼 你就跟他过很日子 这眼也不像 什么秀 前秀就拿钱 拿钱那个啥 那个办回事呗 不是那个大两眼 那人要不拿钱办回事 人能攒下来 不是你攒一钱 攒一钱 你要如果办老伴 你该花的 你必须得花 你要是说你说舍不得给花 那你就不能办 人家大半辈子 攒下的辛苦钱 凭啥你一张嘴 就给你四万真是千层 鞋底做的腮帮了 好厚的脸皮 我看你就是数苍蝇的 一件鞋就拼命了西 但是大妈还想给自己 伪装一副好皮囊 好继续寻找鱼言大头 咱不是骗钱 咱要骗钱骗 你钱点我来 我过两天办 我过一天 我得走好你 我说那不是你骗钱 你是好 要那些拐的吧 因为信不着 你得处手 你这个条件不行 那咱就免谈了 那干脆就是 没有玩下饭 那人家挣钱也不用 我这人可不是 出来骗钱的 说这话谁信啊 宝宝们 这可不兴血啊 只有资历更生 才能当家做主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 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 小咖 小咖